大家好 我是大雄 根据战事报道 乌军在巴默特区域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北部分布在三个方向 攻击目标包括杜波沃瓦西里夫卡 比尔西夫卡和亚赫德涅 乌军坦克冲击使他们受到打击 南部乌军已经进攻并占领了克列谢耶夫卡村 在库尔九米夫卡地区双方进行了激烈争夺 乌军多次进攻但被俄军击退 目前仍在激战中 根据双方战报哈尔科夫库比扬斯克地区 双方继续用火炮进行对轰 在赫尔松区域 俄军的进攻被乌军击退 乌军仍然控制的桥头堡阵地 其他地区的战况在战报中有详细介绍 根据乌克兰武装力量参谋部的消息 今天早上 乌军使用远程导弹 打击了位于比尔江斯克的俄军弹药库和油料库 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根据比尔江斯克地区民众的消息 一共听到了11声巨响 根据双方武装力量的最新情报和前线视频的判断 乌军在大诺沃西侧的 普里尤特涅村附近以北和以西组织了多轮进攻 有很大可能在24小时左右收复该村 乌洛然涅地区北侧和西侧 乌军推进了约1000米 在利沃皮里 俄军已经后撤了约2公里 形成了一条平直的防线 在扎布罗日南线 乌军继续与俄军在派特喀特西侧 展开激烈的阵地战 在昨天的进攻受缩后 乌军开始组织新的攻势 而俄军则继续利用战壕进行防御战斗 在罗伯纪涅地区乌军的进攻取得一定突破 前线消息称 目前战线已经距离罗伯纪涅以北约500米 同时乌军在罗伯纪涅两侧也开始组织大规模的进攻 这个区域是整个扎布罗日南线最激烈的战斗地段 在顿涅茨克地区战斗较为平静 俄军在沃江涅和五一村地区发动了进攻 乌军则在阿弗迪布卡以北攻打了维斯纳村 双方控制区域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在利曼和克里米亚地区 双方最新的战斗仍然发生在谢尔布良卡地区的森林中 乌军保持进攻态势 而俄军则组织防守 比洛格里夫卡区双方控制区基本没有变化 瑞典制造的CV90战车已经抵达了乌克兰前线 出现在了东巴斯地区巴赫木特附近 由瑞典公司制造的履带是三成元CV90重37吨 其标准版本最多可携带6名步兵 并在装甲炮塔上装有一门自动火炮 它的主要武器是40毫米口径的L70自动火炮 以每秒1000码的出速度发射2磅重的炮弹 速度高达每秒5发 乌克兰还获得了超过150辆美制M2型坦克 以及60辆德国黄鼠狼战车 根据财政部新闻处报道 昨日乌克兰收到了来自美国的12亿美元 和来自芬兰的1500万美元的赠款 财政部部长谢尔西·马尔勤科对此表示 感谢美国、芬兰和世界银行在战争期间提供的支持 盟国支援乌军的先进武器还没全部到场 乌军反击的重拳还没出手 愿乌克兰人能在这场战斗中减少伤亡 取得早日的胜利 我们希望和平能够尽快降临到乌克兰 给这个国家带来稳定和繁荣 说到这里我们再看看俄内部争斗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会不会加速乌克兰和平 克里姆林宫仍在持续清洗兵变参与者 尽管苏洛维金一直没有露面 但关于他的传言依然流传 据称包括苏洛维金在内 有三名俄军高级将领被拘留 并接受了普京安全部门的审讯 此外 俄罗斯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等13名将军也受到了指控 随着清洗的进行 普里格金的媒体帝国开始崩溃 昨天 与普里格金有关的宣传出版物遭到了封禁 随后 普里格金解散了包括这些出版物在内的爱国者媒体控股公司 以及他著名的巨模工厂 根据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的消息 乌克兰情报部门发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 已接到了暗杀普里格金的任务 无论瓦格纳和普里格金的最终命运如何 俄罗斯内部已陷入了混乱之中 而这种混乱很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 据乌克兰情报部门透露 俄国防部和俄联邦安全局之间爆发了内讧 这UR预计双方都会有人丧命 他们的总部都位于莫斯科 相距仅几分钟的路程 我们不能忽视这次事件的大赢家卡德罗夫 他显然是火上浇油的主角 自从瓦格纳兵变之后 这位车臣军阀就不断地向普京表忠心 试图取代瓦格纳 而圣彼得堡当地媒体 冯坦卡报道说 普里格金昨天现身圣彼得堡 报道称该男子佩戴口罩乘坐编号为 RA0626的罗宾逊白色直升机 根据注册信息显示 该机属于普里格金的一家公司 在Twitter上也有人发消息 称普里格金现身圣彼得堡 还晒出一个疑似是普里格金的人 戴着口罩 身穿黑色上衣和牛仔裤 提着箱子低头走路 随后这个人搭上一架白色直升机 离开了英国《每日邮报》隐也称 普里格金的飞机27号深夜 从白俄罗斯飞回了莫斯科 普里格金目前的处境非常危险 那他回到俄罗斯想干什么 根据最新消息 据卫星图像显示 瓦格纳正在逐步地将其营地 转移至白俄罗斯 目前已搭建了约300顶的帐篷 该营地位于马西利乌地区 阿西波维奇区的TSER村 根据白俄罗斯加云项目的估计 该营地可容纳约8000人 尽管我认为瓦格纳私人武装 要进攻基辅的说法几乎不可能 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实力 但由于他们的野外营地 距离俄乌边境并不遥远 他们仍然可能对乌克兰边境地区 构成潜在威胁 斯林斯基在与扎尔日内总司令 和联合部队指挥官纳耶夫将军会谈后 指示在瓦格纳部署到该地区后 加强对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界的保护 如果俄罗斯因为这次叛乱 而取缔瓦格纳集团的话 最开心的莫过于美国和乌克兰 这就相当于是送给美国和乌克兰的一份大礼 所以俄罗斯在处置瓦格纳集团的问题上 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那就是指诸首恶 更换瓦格纳集团的领导层 让这支私人军事武装 牢牢地掌握在俄罗斯国防部的手上 而且经过这次的叛乱事件 俄罗斯将瓦格纳集团国有化 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 普里格金等于是认栽了 远走白俄罗斯 换取俄罗斯撤销指控 瓦格纳部队更是在叛乱事件中 被分化成了两个部分 在没有参与叛乱的瓦格纳部队 开始被俄罗斯国防部收编后 俄罗斯将瓦格纳集团国有化 中间也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除此之外 普京也在这个时候签署了一项法律 一些罪犯将能够通过参军 获得免除刑事处罚的机会 虽然这项法律规定 无视所有的罪犯 都能够通过参军被免于处罚 只有犯了轻罪和中等罪行的犯人 才符合参军的要求 而且只有在动员和战争期间 俄罗斯国防部才会征召罪犯参军 但是这也足以看出 俄罗斯在另一个层面上 开始限制瓦格纳集团的发展 毕竟我们都知道 瓦格纳部队的一大兵力来源 就是俄罗斯的罪犯 同样是通过参军来获得报酬 以及通过战功来消除案例 你说在俄罗斯官方下场后 那些俄罗斯罪犯更相信一个国家的力量 还是相信一个私人军事武装集团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